记者卢贤秀基隆报道,春节往返宜兰国武一塞车规划台九线、台二线与台九秉为替代道路公路总局并结合ATAC与资讯可辨标志CMS在福龙、基隆、平陵等处发布路况与旅行时间,供用路人选择。 公路总局第一区养护工程处长薛战天指出,春节期间用路人往返宜兰如果国道5号塞车时可改行替代路线台九线、台二线及台二丙线。 今年结合ATAC与CMS,根据ATAC侦测车辆行车速度分析各路段是否拥策,在各个端点前发布路况及行车时间,如平陵到头城走国武需20分钟,走台九线需25分钟,让驾驶选择。 此外,公路总局在福龙台二线99公里至103公里与台二丙线交叉口列为重点监控路段。 依据去年的统计台二线教育赛尖峰时段每小时1500辆车流,台二丙基伏公路尖峰时段每小时只有600辆左右,但傍晚左右基伏公路暖暖出口端教育塞车,因此建议平时可以走基伏公路。 公路总局预估基隆地区周边的交通热点包括台二线54K至57公里600基隆市安乐区路段,台二线福龙路段及台二丙线起点到1,3公里远远路至东顶路口间路段,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这些塞车热点或行驶替代路线。